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做哪方面设计的呢 空间设计还有品牌设计都做 来 我来问一下一号男嘉宾 一号先生您也是做品牌设计的吗 对 没错 那你和一号女士是同一个职业了 刚才他说的有一些项目 我就至少来说在我工作中会有一些交集 我们这行学名叫VMD 石球开发管理 就是说一句很白的话 就是负责一个品牌在全国店面的所有的形象 硬装和软装所有的 其实他讲的这些细节还是有共通之处的 他们俩挺开业的 审美方面会比较强一点 您说你每天出门照镜的时间会比别人长一点 对 衣服会有一大柜子 可能感觉自己更过分的 可能是每周可能都换一身不同类型的那种形头 就这样子 每周还是每天啊 每周 都换不同类型的衣服啊 对 然后每一套东西里面都会有其他的一些 还可以选择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T恤 可能比如说要都是属于是运动类的 那可能就会分一些色系 可能就会跟裤子有关 可能就会跟鞋子有关 就是这样 您这么注重这个服装搭配啊 对 因为这行我干了17年 这个已经是职业病了 我觉得爱打扮爱导致的男生 我觉得还挺有压力的 你喜欢这样爱打扮的男孩吗 喜欢 帮我推下这个二号女士的话筒 如果碰到一个男孩 他真的是每周都换风格 天天都换衣服 T恤都搭好几种颜色 你会有压力吗 多少有点吧 你有吗 我好像没有 真的 觉得可以互相交流 一会上一周再聊聊吧 还真的是不错 我知道你好像 前不久喜欢过一个人是吗 对 算是艳遇吧 有艳遇 你们有艳遇吗 没有 没有 我觉得这跟性格有关系 比较开朗的 我觉得可能艳遇会比较多 也是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跟朋友一块去游泳 在等候区的时候就有一个男士 过来卖我游泳卡 问我那个用不用 说马上要出差了 我说那等一会我朋友吧 我好像就推脱了一下 后来他好像还挺执着 就是一直在那等着 等我朋友来了 他说那你去问问你朋友吧 后来他就告诉我多少多少钱 就跟他达成一致了 就用了 他当时卖了你多少钱呀 当时一百块钱三次 一百块钱卖给你三次 那还真的不便宜呀 还好吧 里边是五十块钱一次 他就是为了这三次一百块钱 还挺执着的等了半天 这是等钱呢 还是等人呢 他是想有意的接近他 这样将来还可以有一个借口 我们可以再见面嘛 对吧 所以后来我们互相加了微信 就是微信聊天什么的 可能慢慢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就是有点小动心了 是谁对谁动心了 应该是我吧 我先动的心 可能就是那个感觉对了吧 最空虚的时候 最容易掉入下一个选景里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对 一分了 然后别的男女追 对 马上 当你发现自己 有了些感觉之后 你有做过什么吗 为他 我出差的时候 去哈尔滨 哈尔滨 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冰棍 就是马迪尔冰棍 就是从哈尔滨 完了 给他带回来了两根冰棍 带到北京 那就做了一本心意吧 相当好 重情 重感 那这个冰棍会回去画 那么老远 带回来 对 怎么带着 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 就是先想 怎么能把这个冰棍能安全运到北京 还得保证不化 我就去超市 还有零售店 就找这些保温的东西 经过特别细心的寻找 还是找到了 完了我就买了两种口味 一层一层一个口味 买的保温袋 买的胶袋 就给他封的特别掩饰 让他们一不透风 这样估计就应该不会画 第二天就是过安检的时候 人就查出来了嘛 就说必须让我打开 可是我一想一打开 就肯定会画 我提前拍了照片 完了让他看了照片 就给通融了一下 就让我过了 冰棍没画 回来了 对 交到他手里了 我是从机场 直接就给他 直接送到单位了 我说你只要出来一下就好了 完了我给了他 我也就走了 得让我喜欢这姑娘 怎么对我 多高兴 高兴 男孩没有给你什么回应吗 他说他感动了 那没有其他的话了 只是感动 对 还是说他没有领会你的意思 应该 应该其实多少 应该也领会了 看来这男孩 无动于衷了 就收到冰棍之后 没什么感觉 来帮我推下一号男嘉宾的话筒 二号先生 听到刚才两根冰棍的故事了吗 听到了 如果这个主人公换成是您 这个男孩换成是您 您看到一个女孩 千里条下 要背回了两根冰棍 您会有什么反应 这 确实是有点压力 您的感觉是稍微有些压力 二号先生呢 您好 我觉得如果我作为那个男的 我会就是 摆冰棍吃吃了 我很感谢这个姑娘 但是我会给当着这个姑娘面 我会表现出来 我不是特别在乎那种感觉 让这个姑娘别太 对我别太付出那么多时间 或者婉转一点跟人家说这 不会直说的 我会把我不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把这姑娘不喜欢我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让她觉得 这个男的一般 怎么那样 你们两个 我怎么觉得都很奇怪 如果一个很喜欢你的女孩 如果是你很喜欢的一个女孩 千里条下背回了两根冰棍 就是这种反应吗 互相喜欢的 对啊 那当然可以了 对啊 你们两个还口径挺一致的 就是说如果一个姑娘挺喜欢你的 然后送来冰棍 你们俩都持反对态度 要是你们喜欢的姑娘 送来冰棍都特乐 那当然了 如果这个男孩确实喜欢的 这事对来说 应该是一个惊喜 很大的惊喜 就是这女孩很用心 对他也很 对这男孩也很用心 但是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可能就不觉得是惊喜了 应该是 不觉得有 有压力了 就像那个男嘉宾说的 但是我听出来啊 这两位男士 他们分析你这种情况 感觉可能是 不是说两个人互相喜欢 应该猜测的 应该有一半是对的吧 就是因为后期 我就又做了一些 那个语言的表白 他给我回馈的事 其实他特别懂 他可能也是 从上一段的那个恋爱中 没有完全走出来 就可能受伤 还是有一点受伤的 那他是拒绝了 还是说 也没有直接拒绝 可能就像男嘉宾说的 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吧 互动过程之中 让男人去主动 不能一头沉 明白吧 这是一段 算是浪漫的邂逅 但是并没有一个 真正的恋爱经历 是的 你哪一段恋爱经历 你记得最深呀 应该是第一段吧 但时间也不是很长 因为刚要 他出火花的时候 他前女友回来了 那后来他做出的选择是 后来我可能选择放弃了 你出动放弃了 对 不想太让他为难 那他回到前女友身边了 对 回到前女友身边了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男士肯定 对我的感情不是很肯定 如果他确实很喜欢我 他不会那么纠结 毕竟那是他前女友 不是现任女友是吧 八号先生 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事情 前女友感情很好 但是被迫分手了 那和现女友 在谈恋爱的过程中 前女友回来找你了 你会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说 我跟前女友分手了 肯定呢 话会说了很多 难听的话 感情也撕得很烈很烈 这个时候 我要再有女朋友的话呢 我觉得前边这段 很伤心的东西再回来 不一定能接受了 如果说接受的话 以后就在结婚以后 在婚姻中会提起 以前的那些吵架呀 难受的事啊 也会影响感情 那如果这个时候 现在女友觉得你两难 自己主动放弃 你会怎么办 我不会两难的 我觉得我要找 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 真的是要合适的 没有合适的 我不是说随随便便 就是再找一个 我要再分了一个 找第二个的话 第二个肯定 我要找合适的 合适以后 前面再回来的话 我不会理前面这个 你好 先生呢 这个得看因为什么了 还有一点就是 跟现在现女友 我们处的是怎么样的 如果说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没有谁 可以这样能 不是说非常不非常好 而是说你现在有 确定恋爱关系的女朋友 前女友 现在回来找你 你会怎么办 是选择和前女友和好 和现在女友分手 还是继续留在 现在女友身边 和前女友说你自己珍重 差不多是后者吧 你喜欢这样的吧 对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种情 一号男嘉宾 看看他究竟是怎样的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艾薇 是今天节目的一号男嘉宾 这个咖啡馆 大家会儿也都看到了 是我一个朋友开的 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 我经常也约很多的朋友 在这里小聚 就在今天的1月4号 千真万确的 我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一个 我一直很想能够见到的 去美国只能隔着迎屏 才能见到的美女 你们猜是谁 你好先生 你好 我见过你吗 你好你好 我见过你吗 见过今年的1月4号 咖啡馆 对对对 老师好 你好 马老师 都会吧 白好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之前见过的 但不是在选择 对 是在咖啡馆 我想起来了 这片 最爱爱的 不会吧 对 那天没有刮胡子 有一天我去这个 一个咖啡馆等朋友 突然有人站起来说 屏红 然后我说 你认识我 你是我同学吗 我记不起来了 他说 不是不是 我看选择了 我说那你怎么不来呀 他没说他走了 当时我就没注意你是单身 你也没跟我汇报一下 因为这张照片 我也发到那个微信的那个 就是朋友圈里 当时引起轰动 因为身边很多的哥们的父母 都会看这个 之后身边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 他们说 你既然已经认识颜品红 那上选择的话 那就不用填表了吧 是不是 是不是直接走 开始找门了 对 太有缘了 你没听懂我们在说什么 对 没听懂 是的 在之前我们俩邂逅过 我们俩就算邂逅吧 对对对 算是美丽的邂逅过 我们俩邂逅过 来看一下简单资料 大家好 我是艾薇 北京人 36岁 惠民 离异无私女 身边设计师 首先自己要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 所以自己一直保持一个很时尚的心 也是非常年轻的一种状态 一直在生活着 我自己呢 也是非常乐观 积极进取 然后幽默豁达 也是很想能够找到一位身在北京 最好也是穆斯林年龄相当的一位女士 做我的妻子 共同非常快乐地走完下半生 选择语录 我要稳稳的幸福 这句选择语录你怎么评价 我觉得很有深意 虽然看上去都是大家平时说的吧 平淡中透着浪漫 当时刚开始有这歌的时候 然后一下子就洗头上了 就非常的平易 然后歌词也是 然后整个的旋律也是朗朗正好 也符合你的心境 对 里边说出了很多 其实就是 其实很心酸 或者说是有些沧桑的这种 那种东西 会唱吗 会 你愿意欣赏一下吗 来 一起听一下啊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抵挡末日的仓库 在不安的岁月 能有个归宿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用双手去捧出 每似伸手入怀中 有你的温度 这首歌的歌词 你刚才听清了吗 听清了 印象最深的一句 可以告诉我吗 我要稳稳的幸福 但是它其实后面 还有一句来抵挡 什么来着 末日的残酷 是说生活中会有一些 不愉快吗 有一些 终究是 就是对于婚姻来说 也算是一个过来人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感触 我觉得它可能 经历的比较多了 然后外表可能 也会显得成熟 那两位其实都是 同事设计工作的 对吗 应该有很多共同处 和可聊的地方 给你们一点点自由 聊天的时间 聊聊你们的工作 我们也听清设计 究竟是设计什么呢 好的好的 具体是设计什么 我只听了有一个后期 什么logo什么的 对那是品牌那一块 我们还做那个空间 等于VSI的这种 对 明白明白 那您呢 您这些设计师 是具体设计什么的 说句最通俗的话 就是比如丽莎 穿的这个裙子 是在专卖店买的 那么OK 专卖店可能全国 有很多的家 那么OK 我们要负责的 就是比如说硬装方面的 就是比如道具更新 道具开发 然后比如做展会 然后软装的呢 可能相当于来 陈列啊 培训 还有一些 包括TP点 或者说一些陈设方面 一些和创意方面的 一些东西 软用兼施 然后形成一个系统 这个就是我们 一定要去做的 工作应该 挺有能力的 就是 但我觉得他肯定特别 那个细腻 就要求特别严格 特别完美的那种 所以说你会那么注重 要经常换衣服 现在可能年龄的这种增长等等 可能现在已经回归一种 非常那种务实啊 或者说还算是比较可塑的东西 你那么就是喜欢搭配 评价一下女孩今天打扮 如果说非得要说出一点什么的话 就是颜色还挺好 如果说还有一方面 还可以再提升的话 建议能够再活泼一些 或者说能稍微的充满活力一些 有点沉重 好的 接受你的建议 谢谢 我觉得人家很漂亮 你也是做设计的 评价一下她今天的打扮 应该是没有太刻意 就算是表扬 还是说嗯那个 应该我说的比较中庸吧 我能清楚表扬的样子了 哎呦 我这么听个潜台词说 你看咱们打扮那么随意就来了 是这意思吗 不是不是 她俩挺合适的 男的很严密 女的还相对不错 我们现在也进行一段 小的情景模拟吧 让你们从生活中 更多的了解一下对方 好吗 好 情景模拟内容是这样啊 一号女嘉宾的前男友 由一号男嘉宾扮演 又回来找一号女嘉宾呢 想跟她重新开始 还给她带了她最爱吃的雪糕 一号女嘉宾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请演示 还记得我 必须的 听说最近 一直很爱吃冰棍之后 还行吧 头两年呢 原谅我不告而别 就这么走了 你也知道 可能都是为事业 然后是为了挣钱 等等等等 现在钱有了 这个就算是带着一颗心灰了 愿意不愿意 当然了 我现在能给你特别好的未来 非常非常的幸福 只要你不怎么太计较 过去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有些东西还可以再 再续前沿吧 那可是你没觉得 就是走了的感觉再回来 就不是原来的感觉了吗 你不念旧吗 念旧跟继续往前走 应该是两个概念 我觉得 那证明说 这个就不介绍了 实际上我还准备好了戒指 冰棍只是一个表象 戒指才是我真正要 给你戴的手上 首先我非常谢谢你 但是我还是希望 我要好好考虑 给我一个时间 我们经常说 这中国话 看你怎么听 前面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 好马不吃回头草 但是另外一个信息 就是浪子回头进不换 对 那么到底你相信哪一个 假如说有这样的事情 再回来的时候 他一定是要付出 加倍加倍再加倍的努力 才能表达出 他过去可能付出 三分的努力 就能得到的 如果你又还想付出三分 再得到对方 肯定是没有结果的 再有一个 这个人他的成长过程 年龄不同 心智不同 对人的看法不同 艾伟今天36岁 他对世界的看法 和他十年前 绝对是不同的 十年前也许 这个情感可能 今天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明天是另外一种状态 也许并不稳定 但是今天他肯定 他知道要什么 所以你看他的选择 所以如果我要稳稳的幸福 二多岁的时候 未必想这样 说咱们稳定压倒一切 未必是这样考虑 也许更多的考虑的是浪漫 所以这就是时间不同 人的心态会完全不同 刚才这样一段表达 我认为对他来讲 恐怕他有资格 表现出自己的那种主动 他有这个能力呢 婚姻状况 这真是有过一次婚姻 我不知道咱 丽莎因为没有结过婚 会不会介意说 这样一个婚姻的现状 我应该不太会介意 不介意 对 我估计你是属于 如果对方做了一个 不太喜欢的 他说他结过婚 或者有小孩 你就说我介意 但是做了一个挺喜欢的 就不管他结没结过婚 什么样的 我都不介意 你是我说的后者吗 应该是 真实在这姑娘 艾伯 你对丽莎的印象 感觉不错的 感觉不错 是属于能够给你稳稳幸福 你也能给人家 稳稳幸福的类型呢 应该说考虑范围之内 好 你下去 我去休息一下 一号男嘉宾 感觉还是不错的 从这个气场上来说 我觉得还挺好 最重要的 我还是看中两个人的 这种沟通 这种性格 生活观 这些 他曾有过最好的爱情 当时我在店里面 很无意地往外面 你看他正好走在店的门口 然后当时四目相接 当时觉得这个永远是 永远是走不散的样子 也一度跌到谷底 不能自拔 09年初的时候就得了抑郁症 浑浑浑浑 对什么都丧失斗志了 然后呢会觉得很厌世 甚至来说有些轻生的一些念头 选择和你一同寻找幸福 我发现你挺吝啬赞美别人的 你一句都没有赞扬刚才的丽莎 有些东西不一定非得要说出来吧 可能倒退十年 我可能会有一大堆的东西 可能就滔滔不绝地在哪里讲 我可能会唯恐 你不知道我会什么 我可以怎么样 我都有一些什么 在一直在说 说到最后的时候 把姑娘吓跑了 其实就是一个挺火热的心 就是把姑娘吓跑了 姑娘认为说 你好干什么 你是要马上要跟我结婚吗 或者说 你就那么渴望有一个女朋友吗 然后就跑掉了 就善谈的那种人 然后可能关注对方 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就是急于表现自己 把自己的情况先说出来 那你觉得有了这样的经历 现在会有所改变的吗 十年了 还有什么不能看 这是十年前的事啊 对呀 这是十年前的事 那现在这十年 到今天你已经学会去倾听了 对 早就会了 现在如果还有的话 会稍微地收一些 这样再去表达 形式发生一些变化 对 没错 内心还是火热 对 内心还是火热的 以前也曾经热烈地追求过前妻吗 是 两个人当时 因为也是工作关系 也是同事介绍 就这么认识 因为当时认识的时候 同事也是跟我说 他和我一样也是穆斯林 然后方分面面的岁数 因为我们俩是童年 感觉也还行 因为当时我们两个人 总共在一起的时间 也就是大半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就这么匆匆地 就这么结了婚了 然后也没有婚礼 然后也没有婚纱照 为什么 他不在乎 然后我也喜欢这种简简单单 觉得应该把钱留下来 应该再去旅游啊 或者说再去 就是再干一些更有益的事情 而不是不少 那双方的父母不会说 你们这大喜的事 得办一下 让大家知道啊 只是直戏亲属在家里吃了个饭 其实女人都在乎婚礼 和风风光光的婚礼 特好的婚纱照 女人都在乎 只是嘴上不说 我对于这个婚礼 我比较重视 因为我就想给自己留下一段 很完美的爱情 整个的婚姻是 2006年9月8号 到2009年的9月18号 结婚的第一年也好 从第二年感觉都很好 可能事情是从2009年初这样开始的 经济条件慢慢慢慢这样好起来了 她的工作开始稳定了 我也开始稳定 因为她做的是销售 然后我呢是等于是 一直是做的这种 设计方面的这种工作 销售它本身的收入本来就会很高 然后慢慢慢慢收入上来说 就开始有了这样的一种差距 她本身就很强势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只不过那时候 刚结婚的时候没有看出 就丝毫没有看出来 也许太好了 也许太爱了 没有感觉出来任何 然后时间长了呢 我也是觉得 我应该好好去爱她 这个是作为丈夫来说 应该去做了一些这种事情 强势的人眼里的开来说 这些是你应该干的 如果有一天 当你的状态不好的时候 当你给不了我的时候 那你不爱我 但我觉得是不是没有考虑到 女孩真正的想要的生活 她可能当时并不是说 想要特别物质 特别好的一些生活 所以我觉得男孩 她自己的想法可能有点 有点主观 有点强势 零九年初的时候 当时工作里边压力是非常的大 当时得了 应该是得了抑郁症 还好倒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 就是难以自拔的 只是就是人非常昏昏沉沉 怎么就发现自己 有这种政策 当时集团呢 是签约了一个心理 心理的辅导 专家的一团队 然后会有一些宣传的方面 一些刊物 包括说 如果是你发现了自己 一二三四五 有如下那几条 感觉不对了 或者说比如说 浑浑沉沉 对什么都丧失斗志了 然后呢 会觉得很厌世 甚至来说 有些轻生的一些念头 那么请你联系我 像有一个400什么什么 一个电话 就是我是很勇敢 我是很想能够救自己 因为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因为当时你觉得 自己已经很消沉了 对 也非常非常消沉 因为工作原因 对对对 那时候压力真的是很大 工作压力很大 对对对 工作压力很大 然后另外来说 回到家之后 有些东西想要去倾诉的时候 没有 就是他也不愿意去听 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可能会有些 因为状态会直接影响到 在家里 作为一个丈夫的 这么一个身份的 这么一个具体的表现 而这个可能是 他看到我 一个最近的距离 我今天就是这样 可能他也就认为 那你就是这样 所以他不再跟我说 慢慢慢慢就这样冷了 然后我呢 本身就找不到 任何的这种 就说是这种出口 只能说 把自己这样 越压越薄的这种样子 我觉得在一段婚姻里 肯定两个人 都会有问题 首先这个 这个男嘉宾 可能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 他没有能跟他的妻子 说明他遇到了哪些问题 然后他妻子可能 对他的关心也不够 所以这样导致 两个人就是 越走越远 是这段时间 让你们夫妻感情 越来越淡吗 对没错 可以这么说 那当你这个 恢复了这个健康 恢复了自信和快乐的时候 没有再把这种幸福 找回来吗 可是他已经 就是 这么说吧 两个人已经 渐行渐远了 就是这样 但渐行渐远 最初有原因的吗 能不能再走回来吗 我尝试过 可能那个时候 他已经不愿意再听了 甚至来说 到了这种 邪假日的时候 他更希望的就是 你去找你的朋友去玩 我找我的朋友去玩 就是 就不要再一起 不要再一起 就是这种样子 已经再往外推的 这种样子 你们已经变得 很冷漠了吗 对 可以这么说 最后廉价都不大了 到了09年的 9月8号时 我们两个人 结婚三周年 其实要关系 整个的氛围 已经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 我还在给他看 三周年的 一个结婚的 这么一个纪念 的礼物 我还在去看 结果 案发 当晚 是09年的 9月6号 案发 对 只差两天三周年 这可能也是 时不过三吧 这个又不是一个 什么形式案件 我只是第一次 用同一台笔记本电脑 上了两个人的QQ 然后看到他的 聊天记录 因为当时 9月份很热 他去冲量 然后我就是 往前看了几片 就是所谓的历史记录 往前看了几片 很暧昧 这个时候他进来了 他很生气 因为他人很强势 他认为 你为什么要亏谈我的隐私 或者说你没有经过 什么什么什么 挖了挖 当时给我喊 我说你不要给我喊 我说 很简单 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我没有急 我又丝毫没有任何 恼火的意思 我说你就告诉我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你跟他 说话的这种感觉 要比你跟我 要亲密 他说什么 就是 类似于就说 那边问 你想不想我 我想 我特别特别想 就大概其实 就像恋爱中的语气 对对对 我只看了三天 我觉得就没必要再看下去了 还是属于情感背叛 他当时肯定是 肯定是很难过的 我能 我能理解他 他的那 这个感觉 因为觉得 跟我还挺 挺相似的 然后后来我问他的时候 其实 我倒是很希望 他能够站起来 能够再给我反驳 像一个人被冤枉了一样 但没想到当时 是痛哭流涕 整个人就是 哭成一个泪人一样 但是后来事后 我自己觉得 可能他也是放下了一个 很沉重的一个包袱 因为终究有些东西 是见不到光的 或者说 或者说是一个 很 或者说是一个很 迷异的这么一个东西 后来他跟我说 因为 那天他也说了很多 就是 差不多有这么几句话 到现在我还都记得 一 找不到你这么好的老公 找不到你这么好的家庭 这是一句话 第二句呢 是告诉我说 那个 就是 对不起 稍微的 对不起 稍微的有点断片 你是想起这段过去 还是会很刺痛 其实已经好的很多了 跟各位说 没打算来这儿 先哭一鼻子 因为有很多东西 都已经都过去了 那我真觉得你 刚才说我断片那一瞬 你的心是又被 重渣了一下 对对对 因为他一直在哭 哭到最后的时候 然后他跟我说 咱俩还是离了吧 因为有一点 我娶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二婚了 就是他之前是有了婚事了 而且也做过妈妈 孩子当然是盼给他的前夫了 是这样子 所以 最开始我跟他的时候 家里面其实这边 也不是那么的同意的 就是那样 其实你当时娶他 也是顶着一些压力的 对没错没错 当时你还是个小伙子 对对对 所以现在我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当时 你们很简单的一个婚礼 你的解释是 很务实 把钱留下来 将来去旅游 未必这是唯一的因素 对没错 我就觉得这个 在婚姻里 两个人一定要多沟通 然后要 好好的经营这个婚姻 不然真的就会过成这样 对就会出问题 对 感觉过程真的特别重要 那你会不会对他 多少有一些埋怨 没有 没有 其实这点我自己想得很清楚 有两点 不会恨 一 我爱 没有恨 我可能 对不起 我的精力有限 我只能记得 那时候我们俩从好过 但仅此而已 但是紧跟的就是第二条 一直算到今天的日子 四年半左右 到这么一个时间了 那我其他还有什么用 那我应该尽快地 去放下这些东西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既然OK 你想要的那种日子 可能是我给不了的 你心都不在 那我留你的人 还有什么用呢 这种没有 就说没有实际意义的 这种婚姻 我觉得还是 尽快结束也罢了 他说离婚你也同意了 同意了 所以当时就算是旧婚下了吧 很快就办了手续 十天之后吧 9月18号 分手之后再没有联系吗 断得非常的干净 因为我觉得 应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吧 或者说 再去把自己 应该是的那个 我应该再找回来 来帮我推下这个 一号女士的话筒 你好主持人 听过她讲述这段婚姻 你觉得她的印象是 更好了一点 还是觉得 离你的所想象的 稍微软的一点 有加分 就是我觉得 还是挺认真的 对待感情非常认真 来问下2号女嘉宾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您对一号先生印象怎么样 一号男嘉宾 应该是个 用情很深的人 然后很成熟很稳重 应该工作 工作能力也很强 这样 你这还不错 挺好 你给先生打多少分呀 90分 90分 一号丽莎 你打多少分啊 那我91分吧 这谁呀丽莎吗 是 你为什么比她高一分 因为我可能比2号女嘉宾 就是多多亲自见了一面吧 我的理解是 你比2号女嘉宾 多喜欢她一点 可以这么说 我发现这个 丽莎的两个亲友团 你们俩菜都是不一样的 我得采访一下 先问这个 你老公啊 你好 你觉得场上这个 艾维同志怎么样 因为我刚刚最开始 看见这个情况啊 当然心里边 可能还是有些想法 你说她的婚姻状况吗 对对对状况啊 然后这个年龄 还有这个民族啊 这肯定我会有一些想法 想可能更多一些 但是现在 也逐步听这个爱歌吧 他这个 说完你这个经历以后嘛 就有些东西 还就算不 可能在我心里边 就先打开了一些 还是挺认可的 对对 现在是比较认可 我的第一印象是 两个人是一路人 嗯 肯定不是那种一看啊 这两个人肯定不合适 不是那种 嗯 但就是 其实还是离异的问题 主要我担心怕受欺负 怕受欺负 对 因为她毕竟经历了 一段婚姻嘛 我觉得她现在可能 就是到了一种状态 一种特别需要 稳定的状态 这会儿就是思想 比较成熟 接下来要上场 这二号女嘉宾了 哈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二号女嘉宾 哈喽 大家好 我叫万婷婷 嗯 今年34岁 我性格温和 踏实稳重 嗯 责任心强 平时喜欢看书 听歌 旅行 嗯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让我更加懂得珍惜 曾经的失败是一种伤痛 嗯 也是一种重生 但我相信 离过婚的女人 依旧可以美丽 嗯 我希望她成熟 顾佳 性格好 懂得上进和包容 她愿意接受过去的我 了解现在的我 我希望她能给我一份安全感 一份幸福感 和一种一生的依靠 艾伟 这身衣服评价一下 不是吧 很漂亮 谢谢 哎 不挑毛病了 不挑毛病了 还是没毛病 没毛病 嗯 没有 您可以提早一下吧 不 提早一下呗 不不 那个真的挺好 真的挺好的 你看我出来的时候 她会评判我 不胜 但是她好像就是说没有毛病嘛 都还好 我觉得可能会挺有感觉的 这短发女儿和长发女儿是不一样的 嗯 那好多男孩说 哎呀我就想找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子 啊 对 有些人又说我就喜欢短发 娇俏可爱 艾伟 你喜欢哪种的 主要看人吧 头发长头发短 这只是一个 这只是一个形状而已 我觉得还得是通过那个沟通 然后再就再看人嘛 真的 这个艾伟和刚才表现不一样了 她很多话说的不会那么直接了 我估计是喜欢这个 男人都喜欢漂亮的姑娘 都喜欢端章漂亮的姑娘 但是合适和这个喜欢是两码事 这女的挺挺看的 二号先生 哎你好 您是喜欢长发飘飘女孩 还是短发干练的女子 我喜欢长发的 长发更有女人味 那万一挺喜欢一个女孩 她就是短发怎么办 嗯 那就忍了呗 不是 那你就不对 我跟你讲 爷们这说 带你长发激腰时 我就娶你 别 那个女的短头发 留得长了好几年呢 用两个脚 二号男嘉宾 我觉得还挺幽默 是一直留短发吗 不是 是我决定离婚之后 然后剪了短头发 嗯 是让你当时很伤心 所以想剪掉这个三千烦恼丝吗 也算有吧 然后还想改变一下 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那剪过短话之后 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因为 因为那会儿是刚决定离婚 所以还没有 还没有 没有走出来 还没有开始往外走 嗯 所以刚开始改变的只是 头发的长短 其他都没什么改变 现在 现在还好 现在是头发也变短了 嗯 这个精神面貌改变了 内心也在往前走 对对对 刚才这个说到啊 这个 咱一号女嘉宾的好朋友 在场下 他就是有点担心说 艾维这个婚姻状况 是不是 他这个朋友 没结过婚 不太合适 您有这方面担心吗 您在泽友的时候 想过找一个是 有没有过家庭的吗 是这样 因为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 所以我对这个 不介意 嗯 不介意 对 也是没有小孩 对没有 我们现在也进行一段 小的情景模拟吧 让你们从生活中 更多的了解一下对方 情景模拟 你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对彼此都很满意 你们一起去女方家 看望她的父母 父母悄悄告诉女儿 想要结婚 必须把女方家本有的房产 做婚前财产公正 你们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请掩饰 终于谈到要结婚了 对 结婚 我不反对 来 跟你过来 对 像这样 你们俩前我不反对 但是 咱家不是有些东西 我已经过后到你名下了吗 是咱那房子 你可得处理好了 你这个我有一个要求 你得做一个财产公正 你别糊涂糊涂的 因为过去你有一段情感经历 上次你看弄得挺不愉快的 你缓了好几年 这次一定把这个事 给处理清楚 别的我没有要求 对吧 他的东西咱不要 但是你的东西 你手好了 你跟他去谈 必须做财产公正 我就这个要求 你们看吧 我都听见了 我都听见了 老板 你们俩嘀咕什么 别跟闺女嘀咕 我直接跟你们说 你不是也有房吗 婚前也得过户他名下 加他名 加他名 加名 没问题 真心心爱 我们真心在一起 加谁的名都可以 不是您这么痛快 对 不需要思考 这都要结婚了 还有什么东西 我刚才其实挺苛刻的 就是婚前的人家的是人家的 你婚前的 还加上人家的名 您觉得这样点 都没问题吗 对 婷婷你要是 就是父母跟你说出 这样的要求 你会怎么去跟自己男朋友说 我可能会挺为难的 因为这样说 我觉得男方可能会有点介意 会有点伤人 因为他会觉得 你是不相信我呀 这样有点防着人家的感觉 艾维会觉得有点伤人吗 还行吧 没太就没太觉得怎么样 真的呀 是是是 真的真的 那你不担心说 这个大家把财产赚太清楚 那感情也会赚得很轻啊 做女些东西其实还是不想的 就像说 不管说这个房子是谁了 两个人在一起过 那么今天我们炒了一盘菜 比如说西战西湖市 那你吃了以后 我吃了以后 那这个还要再挨制吗 或者说这盘菜是我炒的 所以你要为了这盘菜 你要对我 你要再去客气一点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 分得那么轻重 真的如果说 要再次结婚的话 如果双方的父母 或者双方都想把自己财产 算得轻一些 为了将来少一些矛盾 您是愿意做婚前财产公正的 可以 是吗 女士呢 请进你愿意吗 婚前财产公正 我无所谓 如果对方有这个要求 我愿意 对方没有要求 你会主动提吗 我应该不会 来帮我听下二号先生的话题 二号先生 遇到刚才的情景 您会怎么处理 不同意 不接受 不同意啊 对 为什么要 婚姻这个东西 有结婚就有离婚 这个词出现 万一离婚了 这房子 也不是一个小数呢 对不对 而且谁都没法保证 两个人的婚姻 真的能走一辈子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 每个人观点是不一样的 你看 现在他的观点是 未必走到头 所以算清楚 您的观点 为什么要愿意添 您说一具体的理由 可能我 会比较简单一些吧 就是脑子里面 就是 有的经历 可能就是 只是看一些 会更好些的 或者两个人 还可以更好些的东西 生活中 还是有好的一面吧 一号男嘉宾 给的答案 会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就感觉是 要生活 在一起生活的人 但二号男嘉宾 说的这些话 我觉得我听了 就不管爱与不爱吧 心里就挺凉的 来 二号先生 在 如果您想娶这个姑娘了 您会愿意在自己 婚前的房产上 签上他的名字吗 我觉得这个 加名字这个东西吧 没有必要 婚前财产公正是需要的 结婚之前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结婚之后 大家一块过 要真是出现了 离了婚 还是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所以您也是支持 婚前财产公正的 如果我爱这个姑娘 我觉得 我听这姑娘的 听这姑娘家的 我的态度是 这个财产公正不公正 是为了防小人 不防君子的 如果彼此 都想好好过日子 那么一辈子下来 您说何苦去分那么多 一定是要了解 家庭的文化 这样的话 对这个人 就有更清晰的了解 所以在之前 擦了眼睛 看一下这个家庭 好 两位还有什么想说的 想聊的 没有的话 休息一下 先生 好 祝您也得到 稳稳的幸福 好 也祝您能早日 找到您的幸福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你 感觉你在场 发挥的怎么样 还像正常 想说的也都说了 您希望长成什么样的 就是感觉像 离家妹子的 或者说是那种 很相当一人的那种样子 你会对年龄有要求吗 我希望能找一个 比我大的 十岁之内 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毕竟 有过一次婚姻 而且年龄比较大 可能选择的面 就会稍微窄一点 确实是很温柔 也绝对是鞋俩母 她的那种眼神 或者说是那种眼睛里边 能传达出了那种信息 看来其实还是很难 曾经有过这段婚姻 但是就是没有孩子 对 这段婚姻维持了多长时间 我是08年 08年登记 然后12年9月份离了婚 因为我们刚才起的时候 我母亲不是十分的同意 为什么 因为她比我小 然后觉得她 比你小了很多吗 小三岁 然后觉得就怕她将来不稳定 然后还觉得她能力 可能稍微差了一点 对于我母亲反对这件事情 她一直都耿耿于怀 她也放不下这件事 然后就是我家在中间 就是左右为难 然后我也劝输不了 她们两个人 就平衡不了这个关系 到最后她就是已经 就是不能 就已经容不下 容不下我母亲了 就因为她每年 我妈才来 过年才来两三个月 就住两三个月这样 但是她也不能接受 那她会见了这么娘 什么表现 是这样 因为我妈可能就是 对我的要求会比较高 她希望我们的生活 一年比一年好 但是她每年来 可能看到的 都是差不多的样子 所以她很着急 然后就会说 你们要努力 就会说她一些 其实也都是为了我们好 但是她就是 有点接受不了 她们会直接发生冲突吗 那倒不会 她就是回来了 然后自己把自己 关到屋子里 就不和丈母娘碰面 对 玩游戏这样 然后我妈一看她 玩游戏就更生气了 像你这么年轻 你应该做 做 学 学点东西 或者做点 更有意义的事情 家长参与的过多了 所以就是 她老公呢 就一直耿耿于怀 他们两个 就是过于你 刚才我们也 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 就是婚前的财险公正 包括房子啊 这个还有 这个财务方面的 那你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 我对 我对这方面 并不是很在意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好 这些都无所谓 但是你们婚姻当中呢 你们的房子 是如何处理的 我们家是 她家买了一套房 我们家买了一套房 我们是 本来是有打算要移民 因为觉得可能出去环境啊 或者是发展会更好 因为她之前在国外 待过两年 留学过两年 她也给我描述了一个 很好的景象 但是没有成功 也是因为房子的问题吧 就是因为当时说 出去要先留学 然后再办移民嘛 先留学需要资金 然后那个 她刚开始很痛快地说 行我卖掉我那个房子 然后供你出去留学 然后我们办移民 但是后来就是 接近于快要成功的时候 她又反悔了 她说 那我把我的房子卖掉了 我也没有保障了 然后她希望 把我们家的房子也卖掉 然后其实我母亲也不是不同意 她只是说 我们什么都还没定 就是希望能 那个就是 去那边稳定下来之后 你想卖可以卖 也支持 但是她就 她不这样想 她觉得 我们家是对她不信任 因为要走 肯定是我 我先出去上学 她出不去 然后她希望把这个房子 交给她来处理 但是不交给她 她就觉得不信任她 谁会拿这个去卖房啊 男的不成熟 他们俩还没开始留学呢 还没留过学呢 就要想着去 在国外定居 太超前了吧 有多少人在国外留了学 没在国外留住 又回来了 但这件事情 因为出国事关重大 卖房子 这是很大的事情 对 你们提出的方案是 她先卖套房子 你去出国读书 然后你们真的移民的话 另外一套房子 你们再卖了一起生活 对 她是担心 就估计是担心 你出国拿着她的卖房钱 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 对 她没有保证了 你能理解她 我能理解她 我觉得女嘉宾 真的挺善良的 其实就是 二号女嘉宾 就没有那么多事 对 肯定不强势 你放心吧 可能就顺着来说 可能都没什么脾气的 这么一个人 来帮我连线一下 那个二号男嘉宾 先生 刚才就是 听听她讲 她这段和前夫 想出国移民 关于卖房子这件事情 如果换城市 您会怎么做 现实一些吧 应该 房子这东西 这挺不少钱的 卖了以后 再回国以后再买的话 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其实 您也不会卖掉房子的 理智一些 都不一定愿意卖 但是他们也想到过 除非你好多号房 买一套房 这个也 这个就是 听听她前夫 也想到过说 两处房子都卖了 咱们一起拿钱出国 这挺听家里不同意 这是挺大的赌注的 这是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 就是在国外 很多种生活状态 有的人呢 就是拿着家里给的钱 吃喝玩乐 有的人就是 家里有钱 但是真是勤工俭学 或者认真学习 好好学 好好干 有那种 所以说说 要把两套房都卖了 去出国 除非你是有一个 真的在国外一个 扎根一辈子的 这种想法 要不是一个太大的赌注了 他们当时可能 就是这样的想法 听起来您挺理智的 分析事情都想得很长远 对 必须得长远 婚姻就是长远的事 但是关于这件事情 你和这个前夫 产生的这个矛盾 对 产生了彼此很大的裂痕 互相的不信任 那后来呢 后来然后 他回家 因为回家的次数 越来越少 他特别爱唱歌 唱歌很好 然后就参加了一个 什么唱歌的俱乐部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 那个年轻的男孩女孩 他们可能在一起玩得比较好 回家的 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 是因为在外面唱歌 你们最终破裂的吗 基本上是这样吧 然后他还用 用金钱来考验我 就是经常回来问我借钱 这样 他的收入不够支付 他的一场生活吗 有一次是这样 他说他把钱借给他 那个一起唱歌的一个女孩 说他可能遇到了什么困难 然后我就没有借给他 他就说 他就很不高兴 说我跟他分心 跟他不是一条心 然后 说那你 你妈妈那边有事 你就能借他钱 我这边有事 你就不能借给我 然后就反正 就也闹得挺不愉快的 是因为这个离婚了吗 反正就是各种问题 加在一起吧 谁提出来的 我提出来的 我觉得后来慢慢觉得 他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家里 然后我们也确实是 确实是真的是合不来 就是之后就是 总是在吵架 总是在吵架 后来就是吵吵吵 连吵的力气都没有了 就是也没有 也不想再说更多的话了 就觉得也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 二号先生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有时候这种直接特点 也会避免一些婚姻中 发生的矛盾 对 对吧 画出的前头 对 好吧 二号先生 你准备上场了要 是吗 有信心今天在现场 能够领一个姑娘回去吗 有期待 但是这个东西 婚姻是一辈子的 这个看到这个 比较欣赏的女士了吗 今天 我觉得这二号姑娘 这几号姑娘 二号 还不错 人还不错 你想还好 挺好 好 那您就请大步走上我们的舞台吧 好吗 来 掌声有请 二号男嘉宾 二号男嘉宾 新鲜 33岁 北京人 未婚 职业 广播电台 导播 选择语录 如果相互吸引 我可以做最大让步 为什么这个二号小伙子上场 大家在下边怯怯思雨啊 是说他俩挺搭的是吗 我看看 来来 请走近一步 两个人啊 我们看看 哎呦 有点感觉哈 我觉得二号男嘉宾和二号女嘉宾挺配的 从外观上来这样挺配的 这种情况通常下我们会给点音乐 你们走走台步 我们也感觉一下 真想这样 走走走 哎呀 谢谢 谢谢 好繁衣啊 对对对 真的是他喜欢的那个风格 他就喜欢穿西装 是二号女嘉宾 对 大家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不用采访 直接走吧 先生 我觉得你特大 一上来 这个胳膊一伸 就让你是挽着你 男人就应该这样 应该怎样 就应该主动 是吗 客观当中 礼 礼嘛 你在生活中 是一个主动的人吗 你说感情方面吗 不太敢主动 怎么说不敢 怕受伤 受伤吗 受伤 这一上来受伤的时候 可能不太开心 没事啊 现在伤好了吗 好了 伤好我就放心了 感觉二号男嘉宾 气势挺强的 还是比较阳光的 为了加些你们两个理解 我们也先尝试一段情景模拟 情景模拟 你们恋爱一段时间之后 男方第一次带女朋友 去见她的父母 女士平时穿衣服很时尚 而男孩的母亲 接受不了特别时尚的打扮 见面之前 男方千叮宁万嘱咐 要穿的朴素鞋 可见面那天 女士还是穿了很时尚的短裙 现在离见面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你们会怎么办 请掩饰 媳妇你得回家换衣服去 这就结婚了 媳妇了 来不及了 来得及 让我妈等也得换 真的 让她老人家等不合适吧 合适 您得听我的 真的 就是我妈是一特传统的人 她喜欢就是 庄重严肃一些 尤其是第一次见面 真的得按咱以前说的 那您跟她说一声 咱们稍微晚点到 可以 这没问题 晚点倒没问题 但是换衣服真的得换 这给她一个好印象 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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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我觉得他们二位 请进模仪你 非常默契 契合度挺高的 我觉得 生活中这个婷婷 你就是这样比较 会听从对方的建议吗 我会 我觉得这是 见父母不是小事 这个 穿衣答案是挺重要的 婷婷刚才的回复 你觉得怎么样 满意 很满意 这哥们 所有说的这些话 站在 站在这哥们的立场上 去听 一丁点错都没有 而且完全对 但是 一定要考虑 对面还有一个人 其实是挺强势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先生也是相对 是有一点强势的 我的感觉 媳妇 这个叫我挺好的 挺暖人心的 下面觉得 你得听我的 这个还是挺有 自己主见的 像您刚才 这样是 毕竟我跟我妈 生活了那么多年了 而不是我这个姑娘 跟我妈生活那么多年了 我要比她要了解我妈呀 对不对 但是人家也跟人家妈妈 生活了那么多年 人家妈妈就挺喜欢 穿短裙子 她觉得我妈就挺喜欢的 你妈为什么就不喜欢呀 就怕这个 就怕这个 是吧 这容易很 容易出现争吵 政治 对 其实挺难解决这个问题 对 如果真的是碰到 各有各自主意的人 就可能潮崩了 应该会提前跟姑娘去商量 提前很长时间去商量 那天你要穿什么 穿什么 比如 穿哪天穿的哪件合适 我妈可能会喜欢 穿出来试试看一眼 可以 那天就穿 就怕什么呀 提前商量好了 我可以那天穿的也没问题 就怕你看她说的 媳妇的妈 说要穿短裙子什么的 Purge 变独意了 就看了一看 但是婷婷刚才的这个回答 你是很满意的 满意 应该是他们双方 可能都有点意思 所以就是配合的非常好 我觉得你们俩 还是有很多匹配的地方呢 互相了解一下吧 您的职业是广播电台导播 对 同行啊 算是吧 半个 您是工作人员还挺忙的吧 压力大 压力大 怎么压力大了 怎么去排遣这个压力呢 压力排遣不了 只能自己心里化解 就是平常出去转转 上爬爬山 出去转转 只能这样 您看看这个新生的这张照片 您旅游时候拍的 酒寨沟吧 大概是 您是去过很多地方吗 也不是 我们上班比较忙 有一年很少 那个年假 大家都舍不得修度 那这是要谈恋爱了 人家说 你看照片这么漂亮 酒寨沟我没去过 对啊 那我想出去玩怎么办呀 我会告诉你 我的上班时间 是什么样什么样 所以我争取休年假去 这是哪啊 黄龙吧 也是酒寨沟 是吧 长那片 对 长那片 这也是酒寨沟 就那个西游记 那个唐僧牵着马 那几个人 从瀑布 结尾瀑布 就是这个大概的 因为我祖猴 我一斗猴 挺你喜欢旅游吗 我挺喜欢的 我觉得二号女嘉宾 稍微会有一点小东西 就是一下子 那个表情都变样了 就是一直挺乐呵呵的 您是对这个 婚姻状况有要求吗 我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对 我觉得只要两个 就像那个 如果相互信任 我可以做最大让步 明白 包括我的性格脾气 我可能平常生活中 我跟同事在一起 挺特别随和 但是呢 什么时候不随和 就有的时候就可能对 假设女朋友 特别找我生气的时候 我挺不生气的 挺生气之后 怎么表现了 说一通 每说一通 我只能不说话了 不你是说 你跟谁都很随和 就是跟女朋友发平气 就爱之欲深恨之欲怯的 这哪听得这么吓人呢 是吗 应该是说 我宁可和朋友 出去吵一架 我回家得对媳妇好 得对她温柔 肯定对媳妇好 就是可能她没有碰到 那个特别合适的人 如果她碰到 一个特别适合她的人 我觉得像刚才她 那么表达 就是全都不是回事了 这个婷婷有一个才艺是吧 对 我唱一个歌 你是我的幸福吗 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 爱情渐渐模糊 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 你是我的幸福吗 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 我爱你不再怀疑 只想对你说 我愿意 谢谢 欣欣 我怎么发现 婷婷一唱歌 那个大眼睛 一直看着人家的大眼睛 是吧 应该吧 你吗 今天有婷婷亲舞团吗 来 我们想亲舞团 你是婷婷的朋友 对 那你觉得这位场上的 欣欣先生 和你们这婷婷 你看出来点什么伙伴没 我觉得也挺般配的 哪般配 就是从年龄 然后身高 然后职业什么的 而且共同的爱好 我觉得应该 因为我刚才看那个先生的背景 都是出去玩 然后我们那个婷婷 也是比较热爱出去 出去转转的那种 应该会找到共同的交集吧 然后就是共同点 我问你啊 你今天从婷婷的这个 和心心交流的过程中 你感觉到婷婷 有没有点动心啊 有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真的有啊 有 婷婷你动心了吗 不是 我替她做主了 你替她做主了 就这小伙子了 对 我觉得挺好 好 谢谢你啊 姑娘 就这么定了算了 你说呢 咱进一步交流去吧 留城走完吧 好 来 婷婷休息一下 谢谢你 来这边休息一下 谢谢 多合适啊 是吧 对二号男嘉宾感觉挺好的 二号还是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她可能会要求我比较高吧 因为她是未婚嘛 我就怕她 我这个婚姻状况 我怕她会接应 十年的爱情 为何突然分道扬镳 谁投入越深 谁手伤越大 你是那个投入深的 对啊 受到了什么伤呢 去年底今天出分了 这姑娘跟我一起十年 十年的女朋友 选择 带你一同寻找幸福 刚才一上来就说 其实也曾经有过伤心的情感 有 每个人都有 那不一定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 那是没投入 谁投入越深 谁手伤越大 你是那个投入深的 对啊 受到了什么伤呢 分手吧 年初或者去年底 今年初分了 这姑娘跟我一起十年 十年的女朋友 对 您今年也33岁了 对啊 为什么十年都没结婚呢 我觉得这姑娘不成熟 不成熟的姑娘挺让人觉得心里有危险 危机感的 那你危机了十年啊 中间可能分了两次 一次分了一年多 一次分了几个月 为什么分手第一次 我爱她 她不爱我 是我觉得她 你的性格会有这样事情发生 有啊 我觉得她特别好看 就真的特别的好看 就是 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我觉得她是一个外表 就说话什么的比较直接 内心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 你因为她特别特别的漂亮 所以 对 就追她和她在一起 哪怕她不爱你 她不爱我 她也说过她不爱我 那你拿什么支撑和她在一起 怎么叫支撑呢 就是她不给你爱的回馈 你怎么去支撑这段情感 只要善良就行 没有特别热忱的那种回馈 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对 也凑合 新鲜感过了 然后激情没了 那时候靠什么去违信 她的工作性质呢 也可能对她有一些影响 就我想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我想找她的时候 不接 她是做什么的 销售 她的工作上会有一些应酬 比如喝酒 出去喝酒唱歌 那很多销售女孩子 也要做这些工作呀 我当时看中的她不是这个 她自己也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很容易被这种 直接特点吧 去随打溜 而且喝酒唱歌的时候 会打电话不接 很让人有不好的连想 像这种状况她越不接 可能就是越激发她心里的那种怒吧 就可能会激起来了 她就会狂打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那种打一电话不回 再打一个 再打一个 一直连续打下去 有 最多一次是多少 最多的 几十个呀 一般的这种事 当然了 这个不分性别 谁爱谁更多一些 就是特别渴望 能够及时回应我 她其实是对这个女孩太爱了 首先是她那个形象深深的吸引了她 就是完全把自己给忘了 投进去了 那么投进去 对她的所有的行为 我们高度关注 甚至可以说过度关注 因为她强势必然需要是掌控 当我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短信你不回 微信你不回的时候 那我觉得你就是有问题 回来之后 这事必然是想不了 这是她的性格 那怎么会分手呢 第一次 对 有一次我们俩去超市 她有一习惯 手机从来不开声音 永远是震动 这个就是谁给她打电话 我都不知道 这是特别让男人觉得 有问题的情况 有一次加勒夫 我下电梯的时候 我往前走 她接一电话 我一回头 她马上挂掉电话 放在兜里边 我说这是谁 你也不告诉她是谁 对吧 她没有告诉你 明明我看你挂了电话 你说就没有电话 对不对 这很明显 然后 我那时候也年轻 不懂事 查了她短信记录 从晚上十点 到早晨 四五点钟 五六点钟 全是不断的 两个人的短信 查不了内容 只查了就是短信记录 时间 那肯定有问题了 你问她这是谁了吗 问了 人不说 这种情况一般的控制不住了 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那种 着急 太着急了 她真的很喜欢那个女孩 你给这个电话打过电话吗 我忘了打没打过 是我给她打 还是她给我打 我忘了 谁给你打 就那个男的 但你们两个通过话 有这么一次 只有一次 全是那个男的在说 我没说话 就说 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姑娘是好姑娘 怎么着 对她好点 大概是这意思 如果我单听你刚才表述 我认为可能是有一个 另外一个男孩 一个男人 在追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很关心她 红颜知己 蓝颜知己 就是男女朋友 但如果其中有一方 有了这个红颜知己 蓝颜知己 很危险 很多人把握不住 这个知己的度 很多人把握不住 你觉得你如果是你自己 你把握不住 我能把握住 但是我这个女朋友 年龄比我小了一点 不成熟 她可能会把握不住 那她最后没把握住吗 我不知道 她也不跟我说 我也不去再问了 她应该是那种 喜欢起来 应该是非常感兴 对 就这样的那种 对 之前表达的 就是太理性 其实是反差很大 那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她有别人了 真的 真的 这次你是真的发现了 发现了 怎么确定的 之前打电话不接 其他单位下班都找了 打扮的 就花之招展的 就上别人车了 你只是看到 她上了别人的车 真是 你后来 就是因为这个 以前我估计到有这么一个人 一个男的 这姑娘吧 她平常打扮是那种 小公主 小淑女那种发 她又喜欢男的呢 青春阳光一些 就是像这个老师 那个黑矿眼镜 她喜欢那种男的 就是小衬衫啊 小衬衫啊 小裙子小裤子啊 可能就在韩国发那种 像林那种穿着她是喜欢的 就比较嘚瑟 是叫 我不知道叫叫嘚瑟 时尚 时尚 对 我呢 我的心里就是 我是男的 我 我说 我说我是男的 我不能穿 得有男性的风格 爷们儿一些 操一点没关系 男人嘛 我不太喜欢 就是她喜欢的那种 那种风格的男人 可是 她可能就 多多少少 偏向的喜欢一点 所以你觉得她最后 就是找了这样一个人 我 她上别人的车的时候 我在车外边看见了 那个开车的是那样 那你看到这一幕 我就再也不联系她了 她知道吗 她知道为什么 你不联系她了吗 我跟她 以前我跟她聊过 我说 如果你想跟我分手 你把这男的 带走我那天见一下 或者让我知道 是哪个男的 以后我就可以跟你分手 我希望她找一个 能照顾得了她的人 而不是一个 像您说呢 嘚嘚瑟瑟的 带她转乱七八糟的那种男的 你不联系她了 她联系过你吗 我不联系了 这彻底了 之前的这段感情经历 还是受伤挺大的 就是导致她现在的 这些对待感情可能 更理智 可能就是保护自己的那种 更强了吧 我觉得你这十年的爱情 好悲伤啊 感觉你一直都在 以无限的热情在付出着 算是吧 可是十年呀 你一定要亲眼看到那一幕 才肯放手 对 我希望她找一个好人家 找一个能照顾得了她的人 十年算不上什么 只能说她执着过一段 何况对于她来说 那段 她全身心的付出 让她自己感觉也挺开心的 我觉得心心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 而且对于一个婚姻 你有一个规划 非常有理智的人 如果我给你打分的话 同样99分 想知道那一分吗 想啊 当然想 我做这么多的情感咨询 那一分 我想可能一个人 需要从原生家庭里面走出来 这一点上 你跟刚才的那位女士 婷婷有一些类似 就是她的妈妈对她的那样的爱 对她的婚姻有影响 我觉得你们俩比较匹配 她可以愿意跟随你 你也愿意带领她 是这样的 你对你妈妈也是 就是很在意 她怎么看待自己女朋友的吗 就像任老师刚才说 不是在意和不在意 是我母亲脾气特别的大 特别的大 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的那种 大脾气 小时候打我打大的 我上大学之前 该出校了吗 我爸给我拿了一箱子了 纸箱子 全是这么长的木棍子 就可能调出棍子 对布棍子 满满一箱子 全是小时候打我打断的 我爸跟我说 孩子 你赶快去住校 赶快找好工作 赶快找媳妇 别跟你妈住一块了 就你们可能在座 都想象不到 我妈那种火爆的脾气 举个例子 她骂我 夏天 如果我关着窗户呢 就是楼上楼下 全都听得见 如果开一点缝呢 整个这小区里 全是回音 所以我就是在 这么一个家庭里 成长起来的 倒不是说有多苦 这也是我一种 一种财富 一种经历 也是鞭策我成长的一种东西 一种力量 这是一个挑战 这是一个挑战 对 这婆媳关系 本来就很难处 这脾气才是一个大的猪 更可刚 更难 刚才您说的对 就是可能是 我妈在家比较强势 我爸是弱势 所以给我心里就是 以后婚姻男人 我一定不能成为我爸 我爸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特别特别好的人 我妈呢 又是一脾气特别大的人 所以 我想以后 我绝对不想 不想我爸那种下场 而且不叫下场 我爸那种状态 敬你 就敬你 对不对 就是结婚以后 一定要我说了算 大事一定要我做主 小事吃什么什么 这都无所谓 我听你的无所谓 都没关系 所以我以后要找媳妇 找一个 我又愿意听她话 她又能管得住我 这种姑娘 现在妈妈对你的 这个沟通方式 还会像以前那样吗 会好一些了吗 好的有限 你如果再谈恋爱 妈妈会去 不会 不会管 因为我的要求 我的这个 要求比我妈还要高 只要我觉得 只要我 我看中了 我喜欢的 我妈肯定喜欢 你妈妈能满意 只要我看中了 我妈肯定满意 想不住这个 这一物想一物 你觉得这男的 也想不住 想不住 但是这个男的 内心深处 还是有一种柔软的东西 遇到那个对的人 我觉得 她说的这些 真的一点都不是问题 她是这种 琪琪你觉得 你选合找一个 什么样的女孩 我觉得缘分很重要 互相看得上眼 互相对上眼 是很重要的 感觉是很重要的 有过人生一些 就是经历 不一定是婚姻的经历 就在工作上 经历了一些 让自己成熟了 懂事了 然后说话办事 让我服务 我觉得可能我 更欣赏这种鼓励 三号女嘉宾 马上上场了 三号的妈妈 也在场下 然后三号本身 也是一个 年龄来看 肯定比您要小 好多岁 从年龄上讲 没有你这么成熟的 一个女孩 这我也不知道 这个三号女嘉宾上场之后 你们会有种 什么样的状态 来咱们掌声 有请三号女嘉宾 嗨 大家好 我叫杨欣 我今年26岁 我从事的是 教育培训工作 现在这里 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我从做这个 教育培训计划 到实施 总共用了 两个月的时间 我喜欢孩子 喜欢现在的状态 因为和孩子在一起 比较开心 比较单纯 在这些年的打拼中 我遇到的事情 都是自己拿主意 自己做决定 我希望在我以后的生活中 我的另一半 能够做我的那棵大树 让我依偎在她的身边 时常对她撒撒娇 遇到的事情 她可以帮我拿些主意 我扮演好 我自己的角色 做一个温柔可爱的小女人 我在这里等你 快来吧 自营教育公司 对 我现在自己做了一个托管班 托管什么呀 主要是小学 小学课后托管 然后就是慢慢地做一些 英语培训和一些艺术之类的 说会贵吗 不贵 然后我有同事朋友的孩子 起上去 好的 问我 该你了 然后您这工作是平时忙吗都 压力大 分早班和晚班 早班就六点到 中午十二点或者一点下 晚班是下午两点到晚十点 周末的话就是 早晨六点到晚十点 压力大 都是直播 所以说 就刚才我说了吗 就是年假什么的 大家都不好意思休 我以前做直播的时候也是 一年最远的地方 不能超过十公里 十公里之内必须回来 对 就是我休年假 别人就替我上班 别人休年假 我也替别人上班 谁都不好意思休 公众压力很大 他俩匹配度 从外形上来说 我觉得不太高 因为男嘉宾不是想找一个 内心叫成熟的吗 可能这姑娘 从年龄上 就算她再成熟 毕竟年龄在哪 可能会差一点 你觉得像这个 我们三号女婿 你会觉得她成熟 还是不够成熟 小孩 从她的这个 开了公司的 肯定是一种成熟的姑娘 那你怎么 先说个小孩 然后赶紧后边 她长得也小 然后面向 竟然也显小 那你会觉得 多大的女孩 或者是什么样 一个精力女孩 让你觉得会 还是不错 挺成熟的 大赛的一个 就年龄段 我是想过 以前是想过 就是女大三爆金砖 比我大没关系 比我小 比小过85吧 那就是29岁 到36岁 对 那还有什么 想沟通的吗 没 暂时没有 没了 好休息一下 好吗 谢谢你啊 在北京谈过恋爱吗 有 教过一个 对 谈了几年 差不多一年 那后来处理一年 怎么就分开了呢 主要的原因 还是家长不同意 她是北京的 嗯 然后就想 因为她妈妈的工作 还是相对还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想找一个 所谓的门当户对吧 那妈妈反对的很强烈吗 对 他们基本上就是 三堂非审的那种意思 她妈妈就说 不管这女孩多优秀 首先不是北京的 她就不会同意 等于是最后 你当时那个男朋友 没有办法 也就选择了放弃 她妈妈说 你要跟她在一起也可以 就房啊车啊 我都不管你 然后她可能 就放弃了 这件事情 你的妈妈知道吗 嗯 知道我们在一起 然后最后分的时候 我也跟妈妈说了 嗯 我问一下妈妈啊 女儿这段感情分手 您会不会有一点 觉得挺难过的 没有 为什么 她愿意 我也没什么说的 从我心里 我是不喜欢 你本身也就不喜欢 那个男孩 对 女儿现在工作怎么样 现在工作还挺 还挺好 现在有几个孩子啊 嗯 现在有二十 现在二十 然后之后的 还没有进来 一个孩子收多少钱 我打听打听 我也拖一下 六百五到七百 一个月吗 对 哇 那收入挺高的呀 其实这个工作 现在还是挺看好的 有很大的市场 是吧 对 那你现在会不会 把很多这个重心 都放在工作上了呢 会有一些 因为感情这个事情 还得慢慢地碰 所以我也是希望 在我自己还年龄比较小的 这个年龄当中 好好地发挥一下自己 嗯 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主要就是有责任心 然后 也是要看演员吧 嗯 有没有想过哪一年结婚 哪一年生孩子 你做过这样的计划吗 在三十岁之前 你解决 都搞定 嗯 你有什么才艺吗 我准备了一段舞蹈 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掌声有请 所有的男女嘉宾 进行最终选择 有请各位 艾先生 今天有心愿的女士吗 其实今天来 其实主要是 为完成自己一个心愿吧 因为要上选择 这个至少是一年前的 这么一个心愿 嗯 我觉得今天能来 就已经挺知足的了 嗯 其他的其实并不奢望 能现场牵手 嗯 所以还是选择放弃吧 谢谢你 好 没关系啊 我觉得今天这个艾先生 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很深的印象 是人缘非常好的一个 大男孩 啊 放弃了没关系 相信会有更多的缘分和机会 二号先生 嗯 星星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嗯 我觉得 我还是在等一等 我觉得 嗯 原本这东西很重要 婚姻要走一辈子的 不能太草率地去决定 不 我们今天不是让您 就现场成亲了呀 啊 对呀 是想选择一个 我们能够继续交流 往下走的朋友 也让我们知道 您欣赏去哪种类型的女士 如果 特别特别就是 急得去 这样对 女方也不好 那您今天来的目的是 什么 只是展示自己吗 嗯 我是我妈给我抱的女孩 你是为了完成妈妈的愿望 对 其实 你通过今天的展示 可能会有很多的女孩 打来电话 喜欢你 然后你是希望从当中 慢慢去 发掘自己喜欢的那一半 对 我相信今天的 优秀的男士女士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大家会收到非常多的电话 而且 我觉得 每一个人 谈恋爱 都是一个过程 充分地享受那个过程 这是最重要的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都是特别年轻 优秀的女嘉宾 他们每个人 虽然年轻 但都很有自己的思想 也有自己的故事 希望你们人生呢 从我们选择舞台 翻开新的一页 早点找到 属于你们的缘分 好吗 祝福各位 谢谢我们两位嘉宾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什么让嘉宾 专家情绪激动 慷慨言辞 那你还非得让我 到50岁以后吗 如果我还按照 过去的风格 跟您交流的话 我估计那个剂量 是不够的 是什么让现场的嘉宾 主持人专家亲友团 相拥义气 激动泪流 快不快 我先安眠一下大家 他事业成功 衣着靓丽 大胆表白 那我就死追你了 你死追也没有 他没看上我 我看上他了 他忙碌位子 着装朴素 直言快语 简单吧 我的脸上还保湿 那个就是八块钱一天 他热爱运动 外边坚强 内心柔弱 哎呀我 哭你 他们性格不同 但他们同病相怜 他爱好独立 梦想美好 直言快语 他直爽性格 劳碌半生 丧妻之痛 人生苦辣酸甜 全都有 现在有个脑袋 像放电 还历历在目 他们同样坚强 精力刻骨 他们与他们的碰撞 会有怎样的火花迸发 你看你不敢面对我 我都敢面对你 愿意呢 就叫我不愿意 那也是我一向情感 他给我机会 听出来 又会有怎样的唇枪舌债 你看多喜情啊 观点不一样 你有什么阴影吗 我们这是叫游戏规则 对游戏对 让亲情面临考验 为了将来还能进这个家 担心你家房子 还是把你家房子落到别人手里 你不担心 我不担心 我觉得是我死的 要给他已经该的 不结婚对他不好 结了婚 那么我对你媳妇 我就不放心 我就得征房 那么你让你弟弟怎么做 你给你弟弟指一条生路 我要是做错了 我现在就走 我跟你继续工 我现在就走 母亲将矛头直指大儿子 母子俩的斗嘴 让人啼笑皆非 他这欠是推抠了 我说两句行吗 你别说 你别接我 我把嘴红上 这事你 户主是母亲 户口能否牵得进来 母亲是关键 都是您心头肉 您可不舍得他们打 你打 因为我没有了 我看不见了 你怎么打 我看着镜头没戏了 敬请关注生活广角 小弟三婚 大哥要签户 其实在家里面 爱与亲情是 凌驾在礼和法治上的 我想你成为我的女人 想了很久 我想想她情婚 所有婚姻 都存在我们的爱情里 这一刻 亲爱的我想 这一辈子 我就爱你一个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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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